他的位置就是一定是跟32页的一模一樣的 但是你看著這裡他的規律就是一對一個家 都是前面的一模一樣的就是家後的一模一樣 對對對 然後降調也是一樣 降調 因為通常在實際的生活裡面 你要寫的機會不大 除非你的考試像上完這課 上完這課以後我相信在你的餘生以後 大概都不會有機會再來考什麼試 所以其實這個就知道就好 就是實際實用來講的話 有些人他會很較真說 這在第幾線啊在第幾間啊 那個那個音必須要在哪 是沒有錯他 但是呢其實就給你看32頁33頁 知道的位置就行了根本 以後在你的餘生當中 很少會有機會比如說要就是像考試啊 或者是寫功課啊 就是從一個就是光是五條線 然後要叫你寫五個生號 很少會有這個機會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知道他在哪一線 然後他應該怎樣的規範就行了 更重要的對於你來說更實際的是說 你看到了那五個生號 那你要彈的時候 生哪五個啊 對吧 比較實際 還有就是五個生號什麼調 你要是已經背下了口訣 你馬上知道它是什麼調 那是比較實際的 這樣講可以嗎 所以就是說你要把你的重點 放在重要的東西上面 不重要的東西先不要把它太較遮在上面 好理說 哎呦 第幾間啊 第幾線啊 那人真的沒必要 對 好吧 會有一個問題 欸 像這些什麼調整 它都是反映在高音譜上是吧 它不會低音 會 一樣的 低音也是一樣的 嗯 低音有沒有有 都不是試過的 哦 有 因為它32、33都是在高音譜上 對 對 它只是用高音來解釋 但是高低音一樣 一樣 一一樣 但是它的位置不一樣 還是說這個 有一個 啊 這個 這個上戲 就是沒有寫在 這個教材 66-2 教材66-2 66-2 66-2 哦 高音譜記號 就是F釣碼 然後低音譜記號 寫的那個降號是在 也是寫在那個 那個B 3的B書 但是高音譜跟低音譜的那個 調應該是一樣的 一定一樣 高音譜跟低音譜 對 高音是降B 低音也是降B 都是只是那個位置 同一首歌的話 對 同一首歌不可能 除非是不同的歌 不同的歌 可能它光是只有低音 沒有高音 那它就跟它不一樣 那是有可能 但是如果是一個大譜表 像你這個66-2 這是一個大譜表來的 又有高音譜記號 又有低音譜記號 而且連在一起 它是同一首歌 同一首歌不可能有別的 就只有一個調 有其他的問題嗎 好 可能這個例子 給的我們的例子 因為很多都是靈基礎 我們也不敢放很深的歌 在裡面 但是我知道 如果我們以後往下走 比如說有些同學 他們已經到Avance Level 學的越多的時候 他可能會有很多的問題的時候 可以把一些Avance的東西拿來給他們看一看 好 Anyway 那我們就回到34頁 還是剛才那個 月理智學指南34頁 34頁 那這些 你就可以自己回去做 我就不用 因為你答案都在32到33頁 對吧 你就自己回去做就行 還有寫出調號 34頁中間寫出調號 犧牲大調 也是一樣 它叫你寫出有幾個 生號 犧牲大調通常幾個生號 7個對不對 而且位置都要跟32頁一樣 那7個 所以答案都在32頁 西降大調也是一樣 西降大調等於也是什麼調 也等於是B調 也等於是B調 對 好 然後再下來 34頁倒數第二行 第一題 識別下列調號 現在應該很快了吧 現在你一看應該看懂了吧 已經給你 對不對 四個降號是什麼調 降A 那它在降哪幾個音啊 對 學姐馬上了 西米拉雷 對 對 學姐馬上了 西米拉 B E A B 我對有時候就是 你到底是計這個數字 還是計後的這個 學姐應該是 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這個數字 就是西米拉雷 那個是告訴你 這是哪四個音要降 對 但是那個 那個口訣是告訴你 這是什麼調 不是 但7不對的B嗎 B E A B 你是計 就是說你選擇一個計法 你選擇一個計法 對 海英老師他就 從小開始就被西米拉雷 說的發發的 他就這樣習慣了 所以你也可以跟隨他 或者你更按那個英明 B E A B E Juicy Fruit 也可以 對 對 英明也可以 但是英明我覺得比較難 對 所以你這個 西米拉雷說的話 發雷說的話 他們習得太容易了 而且 對於彈的人很重要 所以我一看這個 我連想都不用想 為什麼人家說 隨便拿一首歌給我 就馬上可以彈出來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我的腦子裡面 一看這個歌 首先一看它是少調 然後都是降多少呢 但是你老子永遠是柬埔的那個調 西米拉雷的這個數字 就是那個數字 就是因為我死倍了 比如說這首歌 他給我的是一個B大調 B大調是有五個生號 我馬上就一看 就說西米拉雷說 或者是法朵雷拉雷 那五個要生 所以我馬上就知道了 就是連想都不用想 所以可以馬上彈出來 那老實說 就是說 你看西米拉雷說 那個基督官那個箭上 每一個箭的導人 那把少量些都在定好 不是那是西調的導人 其實誰就是導人 我明白他的意思 他講的法就是西調的法 就是F 非常快 對 對 都是定到西調的導人 背是背在 那是口訣 但是跟是什麼調 是兩馬蒜 我背的是西調的口訣 對 那是因為 為了月裡的關係 就是為了月裡 為了這個三十二頁 三十三頁定調 因為它上面 生跟降 都是 它是那個固定的 所以那個生跟降的記號 是固定的 所以你背口訣就行了 背這個西米拉雷說的話 他發了 這是快 這口訣是不變的 但是調是會變的 所以調的口訣 又是另外一種口訣 就是這個道理 但是實際上以後 你常常談 你熟悉了以後 你這些東西就很快 然後 對 就一看在箭頭的時候 在你腦子裡的全都是導人 一向他講不出 其實他就說 假設轉換成 對 因為對你來講 這是新的東西 那肯定是 像我是 對我來講 已經談得太多了 對 可能要問一下學姐 你的感受是什麼 可以跟他們說一說 因為我們正式彈和弦的時候 這個只是月齡的粉 正式彈和弦的時候 沒有用到那麼多 能用到 對 所以這裡知道就好 知道就好 就不用花太多的專研 因為你要還要往下走 往下走 你就會發現什麼東西 會運用得到更快 然後這些東西你知道 然後你可以再回來 隨時再回來看 老師 我有個問題 第三十三頁 最後寫出標號 中間有個西大調 這邊是深西大調跟降西大調 那它不表示這個 它沒有說是深還是降 就一定是深嗎 就是西大調的西大調 沒升沒降 但是我們這邊學的 三三二四有個深西 這邊三三 那如果西大調的 升降好有沒有呢 西大調的 有沒有升降好 沒有 就是空吧 就是 就是 所以西大調的那個 那個東西就沒有 就是空的 全是白鑑 全是白鑑 白鑑 就是西大調的 西大調的歌 都是 都是學過的嘛 西大調的歌 就不升不降 對 西大調是不升不降 那答案就是沒有 這是歌沒升降 像陷阱一樣的這個 對 老經轉外 就是幾轉外 對 不升不降 對 好 還是回到三十四頁 對 所以下面 你看 視別下面 三十四頁 倒數第二行 第一個是 四個 醬 對不對 西米拉 醬四個 然後它什麼調 醬A 然後第二個 第二個 D拉調 D拉調 Go Down Go Down 對 第三個 Fat Bay 西米 醬西米 醬B 醬B調 對不對 第四個 F F調 一個醬 然後再下來 生四個 Fat Bay Fat Bay 一拉丟 對 最後呢 Fat B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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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la翻譯不下去 不是 她講那個 還講那個 還說生降哪一個 生降哪一個 對 Go Down Go Down Fat Bay Go Down Fat Bay 他們談的時候 就不confused 她現在會有點confused 對 還是那句話 哪幾個要生 哪幾個要降 跟它是什麼調 是兩碼式 一定要分開來 OK 兩個不同的口訣 一個口訣是告訴你 要生降哪一個音 另外一個口訣是告訴你 是什麼調 不一樣的 千萬別搞混了 所以在心 你的心裡面必須有兩把尺 可以明白嗎 現在你可能confuse 你再往下走 你會慢慢明白 OK 好 然後在下面最後一行 你就自己做 這寫出下列 吊號 幾大調 幾個聲啊 對 所以你的答案是什麼 聲F 對不對 你就是畫一個聲調上面 這是來來去去都一樣東西 就是 重複重複 就是為了要幫助你記 這三十四頁 三十五頁 複習大調音階 這個答案 是不是都跟三十二頁一樣的嗎 所以你最好自己去寫 可以明白我在說什麼嗎 我需要做第一題給你看 其實答案是跟三十二頁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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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下面我擦掉好了 嗯 這個下面我擦掉好了 這個補底比較好 嗯 嗯 這個補底比較好 我們腰是不是 就用了 對 詹鳥 你這個話 注意一下这个福干什么时候上下 注意一下 主席 是一樣嗎? 是 一樣嗎? 是 這個是那個 這個是那個 第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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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可能是對的 我可能不剛用 第三個可以上 對 是不是一樣? 對 這是第一題 可以解釋一下嗎? 對 它是雞大料 所以雞大料只有一個生號 所以就生愛 然後它告訴你 它要四四拍 每一個小節四拍 所以就四分音符為一拍 所以它的第一頁是四分音符嘛 所以你第一個都已經四分音符 那你其他的 它要你的是音階 音階就是三十二頁 那個就叫音階 對不對? 所以就是 它的是雞大料 雞唱多 雞唱多 所以 G A B C 然後 D E F F這邊已經像啦 對 所以這邊就一定 你要是用琴彈 它一定是像 對不對? 然後再回來 音階就是再上去再下來的意思 回來 就是 C 然後F E D C 然後B 然後A 然後回到G 對不對? 所以符合它的條件就是 它有四四拍 一拍兩拍 三拍四拍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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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小節四拍 也符合它 對不對? 我有一個問題 那個 你如果這個技術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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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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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D D D 每一個小節四拍啊 四四拍啊 那這個最後一個音是兩拍的 對不對 所以可能你要自己去研究自己看一下 這個答案是不是跟你的 如果說像第二題 第二題是一個E-Fly大調 E-Fly大調 那你要給哪三個啊? BEA 對不對 其實答案都在三十二頁 所以你如果對三十二頁熟悉的話 C米拉瑞就是C米 C米拉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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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啊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所以像這樣的練習題最重要的就是它要考你對這個的了解 就是看你對32頁有多了解 月裡32頁33頁是整個月裡的核心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部分 往後講我們會一直回到一直的反覆不斷的會跟你講 就是月裡32頁33頁 就是要把它弄得熟悉 對 其他的你可以自己做了 因為你都有32頁33頁在對答案了 那你最好不要看答案自己做 這樣有沒有問題 第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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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頁 第二頁 第三頁 第二頁 第三頁 第三頁 第四頁 第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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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頁 第二頁 第三頁 我找到那八个键以后一弹,弹完了就忘了哪个键 就几个指头就在弯来弯去的,弹完了也不知道啥 记不住,对,这个要时间的,一下子是记不住 但是你在弹的过程里慢慢就开始,你其实已经在建立你的这个音乐的乐理的知识 刚才看了第二题,我这就录了线了,因为到哪儿了,开始回来,就没办法,不要到最上楼再回来就错了 因为他这个最后一个给了你了,你必须要适合这个,后面你就上来,你就不能播了 你太过了,你自己对不上最后哪个人? 你走不上去了,他最高是一个加线,你再倒也不上去了,你必须再吓死 就是他什么东西都是有一些规律在这个当中 所以像这边三十五页这个练习题,他给了你最后一个音 最后一个音,他已经告诉你在哪里 所以那个就是你的终点 就是这条答案的终点 不要超过一趟 但是因为他不是给了你最后一个音乐吗? 就是一个音乐 但是因为他不是给了你最后一个音乐吗? 他就是要你下来 还有什么问题? 很好的问题 所有的问题都是好问题 一定要尽量问 其他的你也是一样可以去这么做 基本上答案都是 就是他都是这样上去下来的 就是这一页三十五页 都是D、 RE、 MI、F、S、S 例如说你看,D大调 D唱D D、 RE、 MI、F、S、S、L、C、S、L、B、F、MI、RE F大调 F唱D B、F唱D 就是这个意思 它就是这个三十五页的作用 就是让你操练每一个大调 每一个大调它的音阶 比如说它是什么调 那个调唱都 都来弥法搜拉西都 系拉搜法弥勒都 就这个意思 是这个三十五页的作用 三十五页 有一个道主第三个 那个四大调 对对对 所以它的作用就在这里 这里就是这个 也就是上一次 我们等于是复习上一堂课 也就是整个乐理的核心 我们不断的强调 什么调 那个调唱都 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它就是不一样的 在琴上的位置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帮助你 在往后的日子 以后你要弹琴的时候 你就会不断的记住了 哦原来是这样 哦原来是这样 对 这样可以明白吗 我知道可能对于 灵基础的有点难的 凡事都起头难嘛 这个 但是你只要一步一步的上来 你就把这些名词啦 比如说音阶 哦老师讲的 音阶就是上去跟下来 音阶就是那个 豆蜜蜜发售拉西兜 西兜拉西兜拉西兜的 你就马上就记住了 然后一讲到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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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琢磨识别调性 某些生号或是降号 属于特定的调 比如说 生F生C 只能是D大调 而生G 不可能是D大调 为什么 对 他说某些生号降号 属于特定的调 所以呢 生F生C 只能是D大调 对没有错 因为生F生C 只出现在D大调里面 没有出现在别的 是不是这样 好像也不是 不是哦 生F跟生C 是在D大调 但是 生F生C 也在A调啊 只生C 对 只生F 只生C 就是D大调 对 那 生G呢 不可能是D大调 就是D大调当中 不会有生G的 对 应该这样说 哎呀 这真老口 这可能中文太绕口了 其实很简单 就只要一句话说 D大调里面 只有生F跟生G就完了 不是这样简单的 但是 您 做准C题吧 对 好 做C题好了 三十六页 三十六页 D大调只有两个生号 D大调 D大调只有两个生号 对对对 不管它生什么 就只有两个生号 因为生F有生C 是D大调 但是 一大调也有生F跟生C 但是 它会多生号 它会多生号 就算要去判断了 对呀 不能说 我生F生C就一定是D 因为后面 E啊 A啊 都可以 对对 后面 D A E B F 都生F 都生F 对对对 对对 对 这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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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难 这个朋友 你去试一下 做第一题吧 我们先一起做第一题 第一题三十六页 我们先做三十六页 对 这个三十六页 比较稍微难一点 难在哪里 难在它的高音补记号 跟那个三四中间 它要你写出来 你先要推断 它到底是个什么调 这首歌是个什么调 你就是推断调 你会不会是什么 要啊 这个 你是什么调 然后这边要